5月6日,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开幕 峰会上,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展出了互联网加可信身份认证平台 CTID平台,在各个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 CTID它的全称是网络可信身份平台 那我们创新我们实体世界的时候,其实是通过身份证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时间都花在了我们数字世界中 那在数字世界中,首先你要解决问题是你的身份问题 就是首先你要解决你是谁 那CTID这个平台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平台 许多的厂家都会在这个生态平台上去开拓它的数字身份的服务 当天,公安部第一研究所联合福建平台中和实验区管委会 新大陆科技集团共同发布上线了两岸家园数字身份公共服务平台 并为平台的首位认证台湾用户帮发证书 来自台湾新北的苏亦如是两岸家园数字身份公共服务平台首位认证用户 苏亦如来到大陆创业已经有三个年头,目前在平堂经营着民宿 居住证出来了嘛,然后到现在这个CTID数字身份证也出台之后 让很多像大陆就业以及创业的台湾年轻人有更多方便的管道可以去 不管是了解这边的资讯,了解这边的政策或者了解就业的资讯 都有很好的平台让大家了解这边的资讯 目前CTID平台已在平堂先行拓展应用场景 开通两岸老人同等优待服务 同时通过该平台台湾青年来大陆求职就业 可以轻松关联展示自己的同等资格资质 台湾同胞在CTID的客户端上输入他的身份信息 加上活体采集就可以生成他的一张数字身份码 通过这张码他就可以穿行于平台的许多的场景 现在已经实现了有老年优待服务 还有说年轻人的职业资格认证 还有说在平堂政府政务窗口的一窗通办 这三类服务 台湾他去大陆里面去认定的话 他不需要说再携带的原先那本台湾证 带一部手机去 然后给招聘官出示这个二维码 告诉他我这里面有证书信息 只要他去扫一下就能看到官方的证书信息出示给他了 记者了解到随着CTID的技术发展 未来将有越来越多场景 无需使用实体身份证 来证明我是我 下一步 平堂还将继续围绕台胞 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 进一步扩大场景应用 充分发挥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作用 引领对台服务的创新发展 让两岸同胞能够进一步体验到 数字中国带来的便捷生活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